接下來這個找網站的也是蠻有用的 我可能問一下有沒有可能你要查的是所謂的 就是你在Google上有找到 但是呢真正連過去那個網站之後那個網站已經不存在了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形 請問你要怎麼辦 抓人喔 找到啊 我明明就記得那個有加上我的最愛 但是就看不到啊 所以有幾種方法 如果你是比較近的 因為Google的那個收信頂他會一段時間就更新嘛 所以萬一這個網站已經拿掉 可是呢 他的就是還在比較近期的範圍面 你可能可以在他的所謂的庫存頁面去找到他 那如果很久了 那就很抱歉了 可能就找不到對不對 所以這裡呢 要麻煩各位一下囉 您要到這個地方來 好 您到我們的這個 研習的 網址 你往下走 來我們這裡 驚驚 這個 我有寫篇文章 你可以從這邊找 那 如果你不要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 我有買關鍵字 請嘛 老師馬來行銷 你就打樹文老師也可以啦 這樣應該就會找到 沒有 沒有找 好不好 我有 我有按 但是 按到醫生 按到眼音 喔 我有按到嗎 沒有啊 按這裡 沒有 好沒關係 我從這邊電過來 我看一下是我 OK 事實上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Google這個搜尋的時候 我的網 網路線好像又 修短修短 好 那我這個先 好 我們這邊連線好了 你找到之後 你直接連過去 那麼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先 找右手邊 這裡有Google服務應用 點一下齁 就會看到 OK 往下走一下 這裡有沒有看到 有一篇文章齁 在這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 我們一般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這個 叫做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叫做庫存 頁面庫存 對不對 頁庫存檔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萬一我這個網站點下去 他真的 找不到了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他可以幫你先 因為Google會暫存 暫存網頁的內容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找到一部分的資料 好 找到一部分資料 所以呢 你可以點過去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什麼時候 他幫你做的 一般來講 如果你的網站 是屬於就是 更新速度 比較快的 就更替速度比較快的 Google搜尋 也會換得比較快 那相對的這個網站 可能更新比較慢 或者幾乎都沒有更新的 他可能下次再來的機會 也許就會隔了好幾個禮拜 甚至幾個月 因為他不但 他更新 總在一點時間嘛 那這個呢 你就可以找到 一部分 舊的資料 但是萬一 你的資料 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比如說各位 因為都是 人事人員嘛 比如說你想看看 我們自己的學校啦 或者是比如說 請問一下 是長什麼樣子 是長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幾年前是長這樣嗎 不是喔 如果你想要回覆一下 幾年前怎麼辦 我把這個網址弄起來 你看一下喔 我們這裡有一個網址 這有點歷史的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來用這一個 進來之後呢 把你的網址 貼到這邊來就好 貼上 貼上 按瀏覽 他目前總共收入了 410 billion 應該不少吧 對不對 好 你們要看幾年前的 十年前 10年前 2004 這 減成 好 你往下看 他有那個 這個記號的 就是他有幫你做紀錄了 有沒有 長泥淺 縣服的網站 11月6號是長這個樣子 跟目前還有一個很像喔 中文版 以前是這樣 也沒有發現連資料還可以查 對不對 所以 那這個會不會有 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這個檔案已經不在你這裡 別人把你抓起來 暫存啦 所以雖然檔案不在你們家 可是你還是會看到 所以網路上我們通常不太喜歡 寫太多資料 你自己有記錄 別人那邊都有記錄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說 欸 我還進來可以用這樣去找 可以 這個很奇怪的 既然有網站會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是之前不小心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方式 找完之後 你也可以從上面直接切換年度 從上面這邊有沒有 點下去 你就可以直接看 所以很特別 那當然 一般來講 你的網站 應該是要存活的時間夠久 它上面一定都會有 都有機會有 只是不見得每一天都有 它會像我們剛剛所看到那個日期一樣 在這邊 這個 就是有的它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 一般來說 應該是 如果比較久遠的 也許在這邊就有機會找到你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給各位稍微嘗試看看喔 您到我的那個部落格的那篇文章 稍微找一下 就會看到 從右上角 這邊進來 應該在第四篇的樣子 來吧